一大早飯店人員電話接不停 雖然是平日但因疫情趨緩 還有暑假國旅補助加持 不只帶動消費者人流回升 就連內需人力需求也回來了 這個年初61萬的工作機會數 到現在這個67萬的 接近66萬的一個工作機會數裡面 其中民生服務業 它的成長算是相對強勁的 那我們其實在觀察 普遍來說 這些商家它的這個回補的狀況 可能都會有大概有一成左右 勞動部公布一百一十一年 第三次人力需求調查 預估在今年十月底前 國內客行業別人力需求增加六萬人 其中以製造業人力需求 增加二點九萬人較多 處數產飲業也增加零點五萬人 創下十一年來同期新高 以餐飲旅宿業者為例 大地酒店從原本大約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人 需求增加兩成 另一間福泰飯店目前現有人力兩百五十人 預計還要補進三十人 人力需求也有百分之十二 第三季之後呢 他也算是傳統在這個旅遊方面 包括了這個餐飲旅宿上面的一個傳統旺季 因此呢 他們會逐漸的把這些所謂的這個人 把它補回來 勞動部表示 隨著各國防疫管制持續開放 新興科技應用與數位轉型商機延續 內需服務業景氣回升 預計各公司行號也將會持續增顧員工 我是文成小琦 張道勇 台北報導